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 总会长赵怡 她的母亲赵阳爵院 在5月23日辞世 享松寿101岁 佛光山台北道场 日前是举办了追思法会 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 副住持惠伦法师 还有慧敬法师三位主法 而另外呢 亲总统马英九也道场献花之一 人生自古谁我死 身性坚强 刚毅 积极乐观的赵妈妈 在度过了101个台数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总会长赵怡家人 赵敬细数于母亲的记忆 总是成为孩子们的 成长教育典范 5月23日 赵阳爵院女士受众往生 享松寿101岁 佛光山台北道场 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 及副住持惠伦法师 惠敬法师三位共同主法 办理追思会 建宗统马英九也出席献花之意 赵一兄是我建宗高山的同班同学 55年的老朋友 他常常教子女中校结义的价值观 赵伯母喜欢唱歌 尤其是透过爱国歌曲的教唱 传播这些永恒的价值 赵妈妈一生爱国爱家 子女成才 光耀能美 海海辞慈慧啊 取劳一生 赵妈妈已经在人间 留下一个慈慕的典范 让后人永远追思怀念 新宝和尚在会中 攻读佛光山开山行云大师 为王者和遗族祈愿文 并且开示 面对老病死身 从古至今 没有人能够例外 但是生命的相续 则是无窮无尽 大师给我们的开示 就是 我们要尽量地 发挥生命的光热 来照耀世界 也如同 如佛过去是 累生累积 都在行菩萨当面 也因为长久 行菩萨当 利益众生 自力理他 所以呢 成就了福德 成就了自愿 所以我们 也感念 造老菩萨 他一生 给大家的结缘 平常日子 母亲洗澡落叶 从早餐桌上碎碎叮嘱 到晚上在家门口 助力张望 此女在外头 只要稍稍遇时未归 她的心 就全都放不下 随时会上 播放的纪录片 是赵家孩子 对母亲的深刻印象 描述到赵阳绝月女士 和佛光山的姻缘 以及和星云大师的互动 面对于孩子 对于家庭的美满及培育 更是高于一切 可能真的的成就 赵妈妈这样子的坚强印象 也将永远留存在 家人心中 人间卫系增加两海谣 台北长报道